看起來是蠻詭異的啦 整個時間序進來說 發生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沒有證據能夠指控 說是任何人做的 相關的新聞 如果再有 我們已經澄清了 而且可以講了 如果再轉傳 如果再有類似的這樣的一個 要來做各種的措置的話 那我們當然會讓我們的法制組來處理 那第一個 昨天最早出來的那個影片 事實上說我在三級警戒時候 唱歌喝酒 那這個與事實不符 那個聚會的時間是去年的6月15號 是那時候我們剛剛在開始6月7號以後 我們就因為有滿56天的零確診 所以就等於是在開始解封的時候 那事實上大家也知道 那這樣的一個 日期的措置 我希望不要再發生 那當然在這裡面 大家也都瞭解 事實上我都會參加很多的 不管是 這種私人的行程也好 或是公開的團體的 行程也好 那幾乎大概到現在 幾乎這個到場的時候 那主持人的介紹 那然後要求我要致辭 然後接下來就說要唱歌 飲酒的地點是招待所嗎 我大概都沒有拒絕 一方面 當然是這個整體的氣氛的關係 那一方面也至於愚人 那我們都遵守防疫的相關的一個規定 所以這裡面我特別跟他報告 就是說 有關於傳播的這些的一些相關的 這些訊息 尤其是把日期措置 那這已經是假新聞了 那 那我要提醒這傳人要特別的注意 有網友指示說這個唱歌飲酒的地點 是招待所嗎 甚至有人點名說是在萬華的酒家 影片當中外界有一些質疑說 在唱歌飲酒的時候跟人跟人之間 有保持適當的防疫距離嗎 第一個那個場合事實上去的時候 除了在邀約我的朋友之外 我其他的人事實上都是第一次見面 那也是在禮貌上跟大家也講個話 因為那個時候是防疫 剛剛就是說滿了56天的一個零確診 那所以大家也都想要跟我加油打氣 也不免是這樣子 所以氣氛就比較高一點 但是至於其他的人我都不認識了 其他人我也不不方便去干涉說 他們的客人是誰 那 萬華 沒有 不是在萬華 安全距離我認為是有了 在那個時候大家也可以看 當然有人會經過或從後面經過 那當然可能就沒有 但是等於是一個很短暫的一個接觸 看起來是蠻詭異的啦 整個時間序進來說發生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沒有證據 能夠指控說是任何人做的 我相信也是 可能是現場的人就拍了影片 然後就傳 那有的人就留下來了 那這時候把他播出來 那錯誤的是那個標題啦 錯誤不在那個影片 而在那個標題 有媒體人報說您今年在4月1號的時候 參加的私人聚會 有在室內抽菸 那這部分是不是也可以回應一下 大家也知道我有抽菸啦 不過在那天沒有抽菸 我實在是記不起來了 因為那時間都費 因為那天就是 我在旁邊另外一間有一個團體的聚會 那本來那個作動的主人 反正要邀我去演講 那那時間也稍微比較忙 所以就沒有答應要演講 不過也就去參加了 那這樣就要出來是 硬被半路攔截下來 他們說有人在過生日 就要跟他講一句一兩句祝福的話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有外界質疑說 從王必勝執行長遭到爆料 到您的影片流出 可能是政治鬥爭的操作 您怎麼看 包括依稀有這些感覺啦 但我想說沒有這樣的證據 我並不能做這樣的指控 相關的新聞 如果再有 我們已經澄清了 而且可以講了 如果再轉傳 如果再有類似的這樣的一個 要來做各種的措置的話 那我們當然會讓我們的法制組來處理 但是我想在哪裡不是很重要 但基本上他不是所謂的招待所 他是一個餐廳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於就是說抽菸的這個 壞習慣 那確實是應該要改了 不過也改很久都改不掉 他們是一個例會 那但是因為 是一個朋友帶我去 只是說他們有一個例會 然後這些朋友都想跟我加油打氣 也跟我認識一下 那我就抽了空就去了一下 那至於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不知道他的標準是怎麼樣定 就是說 就喝酒就要下台 還是唱歌就要下台 我想這個標準有很多 那基本上我們都符合防疫的標準 跟生活的規範 那我還是要強調 之後可能這些照片或相片會 影片會很多 因為我這一年多來 大概跟大家講說 每一個會去幾乎都是我講完話 都一定要唱歌的 那唱得不好就大家多包涵 最後我還要再澄清一個 我這樣有講我說那個什麼 有點 那唱歌的那個動作不好 有點叼耳朗噹 還是這樣 我盡量要澄清一下 大家可以去比對一下 我那時候在 在跟張雅雯在唱的時候 其實我動作也差不多啦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藝人 沒有那麼多的動作 只是習慣上就是 一招嘛 一招就是這樣子 會這樣 聽吉他不懂 所以要特別澄清一下 不是故意要叼耳朗噹 就是動作就是不好 讓大家見笑